5月19日动画巨制《龙之谷破小骑兵》在嘎那举行发布会 电影主题曲中文演唱着张亮颖一席白群亮相现身 在此前张亮颖从为不少电影唱过主题曲 但与好莱坞制片人合作上书首次 并且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这一次龙之谷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信任我 把整首歌就完完全全的交给我来做决定了 当然为了就是这个歌曲在音乐在电影当中的一致性 就是在中文版我会沿用Killy的这个编曲 因为跟电影的符合的程度 情绪的符合程度非常重要 当然另外的话我也会再重新编曲 然后再会有一个英文的版本 这个版本中文和英文的我会同时在美国录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制作人 到时候会介绍给大家认识 能够参与到国际化的动画电影中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亮颖最看重的还是龙之谷本身的吸引力 完全是因为这首歌好听 其实我也跟不只是第一次跟大家讲了 我就是为电影唱歌第一时间 我需要的事情一定是听到歌 我觉得歌是好听的 然后我才考虑说 好那你告诉我其他跟电影相关的 然后偏花我需要什么样的情绪 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要知道音乐和画面的这个配合 契合度 当然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样 就慢慢的唱的越多 越希望能够提高水准提高要求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就变成了我旧人格 首次牵手好莱坞先生嘎那 是不是预示着向国际舞台全面转型了呢 我没有说一定有这样的规划 但是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讲 在哪里唱都是开心 就像今天发布会 怎么说呢 我一直都说我出席活动 其实如果不是唱歌 不用唱歌的话 我就觉得不是很必要参加 我觉得我很开心这次来嘎那 可以认识很多的新朋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开始演戏 对也许多一些演唱电影的机会啊 从选秀歌手到登上国际 张亮颖一路走来都顺风顺水 但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恼 应该是自己的纠结吧 因为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说 外界灌输给我什么样的概念 我第一时间就接受 我真的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一定是我的内心有了什么样的感受 我愿意主动地做出改变 做出尝试 我很怕强制性的东西 会让我很反弹 也许毫无理由的 也许我是错误地去抗拒 但是我觉得这种抗拒 并不会给我带走什么 也许有一些事情 对我来说会迟来 但是我觉得它不会错 很多时候 我觉得不是说 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 是对的 只是说在对的时机 抓在自己的手里 才是对的 坚持自己 也许就是张亮颖成功的秘诀 那在创作上的灵感来源 又来自何处呢 因为我不会刻意地告诉自己说 好我这张专辑我要去写多少歌的曲 写多少歌的词 我一定是有感觉 我可能突然有一天 毫无计划的我就写了一个东西 然后突然有一天 毫无计划的这个东西 我就会觉得它适合什么地方 然后才是我的计划 我觉得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我特别相信我的直觉 所以我这张专辑叫第七感 我觉得第六感是有很多的原因 告诉你你的直觉要去哪里 那我的第七感是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我只是觉得我要这样做 但我相信我自己不会错的 最后让我们助力亮颖 在自己的事业上 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吧 土豆娱乐 嘎那报道 土豆娱乐 嘎那报道